东京等10个都道府县紧急事态宣言期限到6月20号届满 从5月8号确诊新高点7234人开始一度下滑 到了6月14号单日新增不到1000例 疫情明显趋缓 现在北海道大阪冲绳单日不到百例 また県内では今日新たに10歳未満から90代の男女 合わせて54人が感染したことが分かり 1日の新規感染者数が県内で100人を下回るのは 运动员競技殿堂东京奥运倒数1个多月 新冠疫情未歇紧急事态也还没结束 一口气有8000名志工退出冬奥 这名志工更坦言心情从兴奋转变为愤怒 我认为人生命中退出冬奥运 志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往返住家和比赛场馆 每天都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等于是卖命来当奥运志工 现在日本不到4%民众打完两次疫苗 再加上奥运场馆散布日本各地 館内动辄上万名没打疫苗或没做筛检志工 外界对冬奥质疑拍山倒海而来 现在又有心麻烦 根据NHK民调超过两成年轻人 因长期在家防疫而萌生孤独感 日本高龄化社会年长者孤独离世情况加剧 处理孤独离世者一物 讽刺的成为日本现在最大商机 我们每天都做这种工作 这场是我们一直在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命会很坏 他在发挥SOS 根据日本国家警察机构数据 跟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4月份轻生率上升超过19% 日本超过1万人燃疫死亡 同时却又超过2.3万人 是选择自我了断 因为根据一项公共心理健康研究 日本40岁以上民众有四成觉得孤单 而40岁以下数字更高到五成 疫情还连带打击生育率增加不昏率 高生小姐30岁生下第一个小孩后 却因压力过大历经孤独抑郁悍响亲生念头 日本每年约有3万人孤独离世 疫情又助长亲生潮 如何透过咨询和辅导来挽救生命 成了日本当局一大课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